这回闹大了 嚣张民宿老板闲游客换床单 就动手打人 还指人鼻子叫嚣 扬言让他出不了甘孜 结局真是大快人心 贵阳的张师傅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这次他打算开车去西藏 结果途径四川甘孜的时候 就遇到了令人无语的事 当时张师傅和朋友打算在甘孜州好好玩几天 就入住了当地一家民宿 总共住了六天 其中一天忘记续房 因此只能搬去另一间房间 可一进去就发现床单上破了个大洞 当时他们也没在意 心想第二天就会换床新的来 谁知老板并没有更换床单 于是便提出换床新的床单 结果就被老板拿木耙伺候 还抓起石子就往游客头上砸 叫嚣让你们出不了甘孜 态度十分嚣张 我们当时连续在这间民宿住了六天 当中有一天忘记续房了 结果房间被别人订了出去 当我们换房的时候就看见了这间床单是坏的 第二天当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房间的时候 然后还是看见这张床单 所以我们就请这位发现 我们换一下床单 结果可能因为文化的不同 他认为只要他是安静了就可以 然后就发生了视频里这一幕 整个过程张师傅以及朋友语气都很平静 反倒是民宿老板 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人 还威胁人 随后网友报了警 视频一出立马引发全网热议 大家都对民宿老板的嚣张行径表示愤怒 这哪是开店做生意 简直就是土匪 网友在同情张师傅的同时 也对当地文旅局提出了质疑 看老板那耀武扬威的架势 应该不是第一次这么威胁游客了 难道文旅局都不管了吗 很快四川甘孜文旅局长刘洪的评论区就沦陷了 底下全是网友们的冷嘲热讽 我们可不敢去甘孜旅游 换个床单都要被打 听说你们甘孜民宿老板又打游客了 换个床单能走出甘孜吗 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愤怒 花钱去你们的旅游 却还要挨顿打才能走 真的是无法无天 网友们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甘孜民宿不是第一次出事了 早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有网友爆料称 自己在康定义酒店订了四间房 由于大雪封山 网友就申请了退房 前三间都顺利退房成功 可到了第四间的时候 系统提示正在处理中 一直到了第二天 酒店却以房间保留了一整晚为由拒绝退房 他找商家理论 反被辱骂 还叫销没钱就别来康定乱 态度十分恶励 当时文旅局长刘洪霸气表示 谁砸了单子旅游的货 我拿他放完 最后那家设施酒店被停业整顿 道歉并赔偿 这才过去多久民宿就又出事了 不过目前文旅局长还并未做出回应 那么大家觉得该怎么处理设施民宿吗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别人 感谢热